第135章,我普及官位之觉道,莫错,就是嘴唇,天眼开信誓旦旦这么悦住,种僧道都觉得很奇怪,为什么是嘴唇,哪有善善嘴唇冒鬼气的,口之惊了,谢怜下意志一把捂住了口,未曾想,千灯关拥吻一叶,花城沾到他身上的气息,到现在环末又退去,天眼看着他道,惹惹惹你们看,他心虚了是不是? 不是,谢怜又立即把手放下来,抢行克制住转身去看花城听到这句后神情的冲动,虽然现在花城满脸绷带,也看不出什么神情,他温和地道,嘻,这位道友,你误会了,其实,是因为我生活笔诀结局,一物多用,比如这个罐子,他举起手里到陶罐,真诚地道,虽然偶尔我用它来装鬼,但是一般情况下,我用它来腌咸菜,用这个罐子腌出, 出来的咸菜,风味独特,吃了自然会,不信大家可以自己试试,道理上来愿,这种做法也不是不可能,众僧道羌信羌疑,众村民则滋滋无罪,哈,谢道长,挪道,你以前送集我们的那些咸菜,也是这样腌出来的,那我们吃了起,不是也一嘴鬼为你,平日村民们供些瓜果蔬菜,谢怜就会赠一点自己腌的咸菜, 连忙举手道,不要担心,送集大家的罐子是分开的,天眼开怒道,你有病吧,吃这种东西你不怕减阳兽啊,废话少月,你关你还藏了人,不止一个,让开,这次,他生怕在被村长拦下,话音未落便向前冲去,谢怜现实不好,连忙退入屋中,抓起昏倒在地的拳一针, 拎住他衣领一阵狂慌,冲他耳边道,齐英,天好,我要再为你吃玉节冰清完了,闻言,全一针双目促然大争,与此同时,刚刚冲进来的天眼,开一声惨叫,捂住额头又跳了出去,道,大家不要进去,有埋伏,众僧道果然不敢轻举妄动,围过去护住他道,天眼兄,你看到什么了,天眼开道,我什么都莫看到, 我就看到一大团瞎眼的白光,哎呀道兄不得了了,你的天眼冒烟了,天眼开一摸,果然,他额头上那道红痕变成了黑痕,悠悠冒出了一缕旁腐蜡烛被吹熄后的白烟,他大惊失色,这,这,凌文放下漫条丝里啃了半个的馒头,道,外面吵吵嚷嚷的,到底怎么了,一僧人道,天眼兄你看,官里有两小妮和一女子,外加这个道人, 这四个人里到底哪个是他,天眼开是镜尼柔额头,然而,就是开不了眼,他看到的那团白光,是前一针的灵光,当一位神官觉得自己即将遭遇极大的威胁,生命之挑战时,照屋体外的灵光会本能地爆高击倍,谢怜就是利用这一瞬间爆炸的刺眼抢光,闪下了那道人的天眼, 倒不是越让他几十年功力回屋一旦,只是几天之内应该都不能再开眼了,接住谢怜一手拿起装住丸子的盘,全一针彻底清醒了,紧紧抓住谢怜的手,哑声道,我不吃,谢怜反握住他的手,道,不要怕,不是挤你吃的,重重包围住仆机关的一群法师,七零八落交换了一圈眼神, 身差不知大喝一阵,一友而上,然而,谢怜环莫迎上去,他们便被一道无形的屏障弹开,上空四面八方转来一个沉沉的声音,你们这群苍蝇一样的老和尚臭道士,环缠上了眼,居然胆敢追到这里来,活得不耐烦了,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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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好几个,最终天眼开环是寿屋其微,莫感直呼其名,磕磕巴巴地道,花城主,你,你, 烧下唬人了,我们都知道,铜炉山要开了,你为了不受影响,封了自己的法力,眼下,根本莫法像以往那样嚣张,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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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就寝吧,虽然他跃到后来地气已经没了,但谢怜感觉得到,花城现在很生气了,立即冲进屋里把他抱了起来,低声道,不要跃了,也别浪费法力了,保存实力,都焦急我就好, 花城的躯体一开始微微僵硬,被他抱起来后,似乎渐渐消了气,沉声道,好,谢怜抱住他,感觉到花城的年纪,似乎又变得更加幼小了,现在大概最多只有十二三岁小孩你那么大,不由微微心忧,他一手抱花城,一手直芳心,走出来道,你们就莫想过轻规其容是骗你们的吗?谁知,文言,众僧道确实一脸怪异,天眼开疑惑道, 轻规其容,他骗我们什么了?他为什么要骗我们?谢怜微微醋眉道,你们找来这里不是他告诉你们的,天眼开瘁道,你当我们是什么人?还要一个凶来通讽暴信,我们会跟那种东西同流合污,不是其容,那消息是怎么流出去的?他还来不及细想,群僧道已经攻了上来,谢怜一剑荡开七八剑和五六个法杖,一僧道,阿弥陀佛, 道有何一定要护住这妖念?谢怜寸步不让,道,大师,不管怎么悦,成人之威不太好吧?天眼开道,他是鬼,又不是人,你这个小年轻,汝秀未前的要不要这么迂附假道义? 法杖,宝剑,宝刀一病袭来,若是永芳心,挪免伤及凡人,道一上来月,凡人可以打神官,但神官不能打凡人,因为他们要包容,大度,慈悲,关爱众生,不能和凡人拒绝,敢打凡人就要记过扣功德,谢怜可莫有权益真那么奔放阔绰,本来都莫多少功德, 再扣就复术了,说了剑道,若邪过来,启英,看好灵纹,若邪捆男人的时候就经常很委屈,捆女子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副面孔,谢怜喊了两声才恋恋不舍地从灵纹手上脱下,下一刻,一道白色的闪电在几十人手腕上刷刷刷抽过,手上功夫稍微不稳的就拿不住兵器了, 恶人道,这是什么法器,这是法器吗,我看住怎么像是个上调用的白灵,邪气得很,看不出来,这小子有两把刷子,未曾料到,就在谢怜和这群法师缠斗之际,灵纹摇了摇头,清理一百,站起身来,道,多谢太子殿下盛情款待,我先走了,谢怜微微一正,道,灵纹,一日枪制,你要走去哪里,莫非你想悔诺, 灵纹道,不错,我正是要回诺,他越得理直气壮,彭扶在越我正是要替天行道,谢怜反无言以对,须于,道,把消息流出去的不是欺容,是你,灵纹笑道,我虽非武神,又被弱邪附住,但只用通灵术,也可以做很多事了,果然,但是,灵纹又是如何得知,这个帮带少年是花城的,他跟狼迎甚至都默越过几句话, 现过几次面,谢怜都没他这么快觉察,现他副手准备堂而皇之地离开,谢怜又抽不出手来,道,齐英,不能让他走,虽然刚才吃下了一颗欲解冰清丸,但全一真现在已经爬了起来,恢复元气,何况灵纹乃是文神,根本手无伏机之力,全一真一根手指拦下他都绰绰有余,听全一真远远道,好,谢怜便放心地对战群道去了, 谢怜迪突然一声巨响,仆际关的屋顶被打破,一个人影从天高高飞起,谢怜一回头,惊了,对屋里道,齐英,不能这样打,武神这么被抛一抛到墨时吗,武神本来就是打大的,但再怎么越灵纹也是个女神官,还是个文神,全一真这么粗暴的打法,非得挤活活打废了不可, 谁知,一个人影缓缓从屋内走出,道,白姐,不能这样打,这声音清清冷冷,分明是灵纹,可在他出来的一瞬,谢怜恍惚错觉,屋里走出来的这个人不是灵纹,而是一个极高的青年,杀气冲天, 然而,在定睛细看,还是灵纹善薄的身形,灵纹是个文神,千真万确,以往他若是在刻意一门实力,也绝对门不过谢怜,何以突然之间,能把权意真打上天去,花城沉声道,哥哥小心,他把那衣服穿上了,当真,虽然表面上看,灵纹仍是那一身黑衣,但身外一层腾腾的黑气阵笼罩住他,使得整个泥旁腹变了一个人,杀气如 狂,偏生他白皙的面容又极为冷静,形成了一众诡异的对比,谢怜是探注一件刺去,灵纹拂袖花开,恰好全一针从天上落下,砰的一声砸进地里看到这一幅,灯时两眼放光,道,好,谢怜也两眼发光,道,好,方才灵纹那一招,当真是漂亮极了,不,硬甘月,是锦衣先帮灵纹挡下的那一招,那锦衣先在别人身上, 都是要么失了心智,要么吸钱闲蟹,穿在灵纹身上,却是刀枪不入,还能主动攻击,瞬间叫一个纹神抛飞西方武神,以往可从莫听悦锦衣先有这种神奇的功效,谁能料到,这锦衣先被他砍了头颅和四肢,居然还能为他所用,这下,别越是蒲济村的村民了,就是一众僧道也全都惊呆了,天眼开道,好什么好,被打了还好,这关里还好, 魂有莫有一个正常人了,我看他们全都不是人吧,全一针月月遇事,从地里跳起便再次攻上,灵纹低声道,我悦了,不要多留,他这话是对锦衣先悦的,可身体却不听他的话,已肘隔住了全一针的拳头,砰砰砰砰的拆打起来,拆打拆打,边拆边打,拳逢涨气,惊得蒲济观一面老强摇摇欲坠,那锦衣先不愧是有非生之潜力的, 全一针居然阴影落屋下风,谢怜忍不住道,那个,劳驾,你们能不能站远一点打,站远一点,话音未落,一众松道又包抄上来,四五十柄刀刀渐渐锤锤杖杖砸过来,谢怜为之色变,举手道,等等,不要啊,在这一生悲忽中,遭受了无数摧残,依然坚挺了许久的普及关,中屋真正的,彻底的塌了,谢怜待着了片刻, 买新仓量,果然,我每一座房子都挺不过半年,这下真的要求修房的捐款了,话诚道,哥哥不必挪过,房子而已,有的是,谢怜勉强振作,却显天眼开捂住额头跌跌撞撞堵过来,指他道,你这个是小伎俩的小年轻,赶快我道行,你师父是谁,你入行几年,在哪家观挂民,败的是哪条道上的神? 谢怜猛地回头,眉宇间突然闪过一道凛冽之意,正色道,你问我是谁?听好了,我,乃是高贵的太子殿下,你们这群暴民凋敏,统统都挤我跪下,这一生如晴空霹雳,当场就有人险些真的吉他贵了,被同伴拉了一把才回过神来,你干什么? 真贵啊,奇,奇怪了,不知不觉就,谢怜勉强声道,我,八百多岁了,比你们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大,过得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,我,公关庙宇,遍布各地,信徒相克,四海皆有,不知道我的名字,就是你孤陋寡闻,我,不拜神,我,就是神。 众人听了这气势磅礴,厚颜无耻的一大段,全都惊呆了,不知不觉张大了嘴,啊,谢怜一通鬼车,等的就是这一刻,手中盘子一飞,几十枚白生生的丸子协助铁弹杠珠般的破缝之响,向四面八方散去,准确无误地弹入一排人,惊得大张的口中,丢完抹了把汗道,请大家忘掉我刚才跃的话,其实我只是一个收破烂的, 吃尽了丸子的接脸色大变,啊,终,终招了,有几个伸手特别利落的台剑截住了丸子,把剑截到眼前,那丸子居然还在高速旋转,遇见人擦出激烈的火花,众人不由悚然,这,这是什么暗器,坚硬无比,光泽诡异,挪道就是转月中的,谢怜道,不错,这就是转月中的玉洁冰青丸,却读无比,如不能在一天之内,喝足 99811杯清水解毒,就会在腹内爆炸,虽然从莫听越过这个名字,但众人更怂,喂,是不是真的这么毒啊,总之先喝水,反正解毒只是要喝水而已,快走了,找水去,当即即不如飞走了十几个中招的, 而那边,凌文越打越猛,竟然双手掐住前一针的脖子把她提了起来,虽然稳战上风,凌文的神色却不大好看,低喝道,白姐,你想杀了她吗,不用打了,赶紧走,恰好,谢怜还剩一颗丸子,在凌文越道走自时,她眼疾手快地把丸子丢进了她的口中,一煞,凌文一对瞳孔里的光泽都消失了, 庞腐被她吞下的那个东西吸走了,身上的黑气也陡然见淡了一层,她一脸强人呕吐的神情,妄妙妄谢怜,嘴唇无声息动片刻,一忍一震,把权一针丢到地上,扶我离开,权一针一跃而起,逐她而去,谢怜原本也想跟上,那群僧僧道道却拦在她面前,喝道,大家坚持住,马上还有援兵赶来,还来, 菩提村是不能留了,先离开再院,权一针追住凌文,一会你就跑没了影,谢怜一把枪花城搂进怀里,道,抓紧我,足底一点,越过众人,大步撤离,花城果然一眼紧紧搂住了她,不知为何,这一幕让谢怜一息有些熟悉,不过,莫控挤她一息往西,这是得立即通报上去,谢怜不假思索便发了一道通灵,凌文出事了, 我,凌文,我知道啊,谢怜,打扰了,虚语,凌文那边率先掐断了通灵,谢怜也是无言以对,凌网她什么事都是直接联系凌文,眼下凌文自己出事了,她一时之间莫反应过来,居然还事找她通报,也是哭笑不得,谢怜进了通灵镇,一边抱住花城一路狂奔,一边喝道,诸位,麻烦前庭通报一下,凌文穿住减衣先, 我先跑了